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Artbook的頻道 我是Anthony 如果你是Apple的用戶 即使用iPhone或iWatch 你就要留意今天這段影片 今天我們又介紹了一個新產品 其實已經出了幾個月了 一段時間 它是ISDT出的充電器 ISDT出了很多數碼的電換充電方案 提供充電器或叉座等等 這個PB10DW是一個無線充電器 其實它除了10DW還有20DW和25DW 但這兩個模式大一點 而且它還未出到 所以今天先介紹這個 這個雖然是10DW 但它的性格夠小 它是無線充電 可以充電 你的iPhone或iWatch也可以 因為用來應急救命 真的是一流的 這個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馬上開箱看看吧 我的盒子不是很大 說明書 主機 還有裡面也有一個Type-C 去Type-C的充電線 這些都是標準的配備 這些就不多說了 看一部主機 其實它是四四方方 一個Type-C 比起一個Tambo紙巾 大家拼起來就能看到了 其實都很薄 而且很細小的 不會太壓定 放在手袋也不太確實 它整個電池有3000mAh 它充電手錶這邊 就有3W的輸出 後面充電手機的話 就有5W 比起你平時在家裡用過充電器 或者是一些比較強的尿袋 是會慢一點點的 但它盛載輕和方便 這個呢 不要看它只有3000mAh 其實它都可以充到你的手錶 都可以充到六次 還有手機的話 都可以充到大概六成 六成門 它很方便 除了你不要看它這麼細小 其實它都可以支援手機 下載這個ISD Link這個Apps 下載之後 在左上角 就可以馬上對應到 然後再加進去就可以了 它認到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配搭 然後再加進去 按進去的時候 就可以立即看到機器的狀態 這個機器 大家看到其實很簡單 不要按鍵 前後也是磁吸 這裡有個Type-C的輸入和輸出 還有最簡單的 這裡有四顆燈 四顆燈用來顯示電量 當然 四顆燈光是100%滿 正如這個畫面所顯示 它是100%滿 最特別是這裡有一個按鍵 你按著它 它是會響的 就是因為當你如果 這個東西 太小塊 有時候你放在一個袋子 不知道放在哪個袋子 或者換袋子的時候 或者不知道放在家裡 就可以透過這個按鍵 去感應 告訴你 我可以在這裡 下面這個就是 那個充電器 就是有時候 電力 我們不會每次都充到100% 如果每次都打到100% 電力就會沒那麼耐用 可以的話 只要開了這個充電器 它就會自動 當你下次充電的時候 它會充到八成滿 這樣就停了 就不會繼續充電 與此同時 它這個顯示燈 都不會顯示到四顆燈光 都是顯示大概三顆燈光 所以留意這一點的時候 因為很多客人都以為 為什麼充電幾晚都不著 不會敷100% 就是因為你開了 這個充電器 這個功能 所以大家記住 下面還有一些 調光暗 即是調光它 調光燈 或者那些感應的聲音 這個可以透過它的apps 可以去對應 可以控制更多資料 而且它除了可以這樣控制之外 其實它都可以上升 所以它是一個Firmware 大家看到我下面的Firmware版本 其實如果你在家用的時候 只要它對應之後 連上之後 它如果廠有Firmware更新 它就會自動更新 所以很方便 不用自己人手去做 好了 這裡要講一下它充電的方式 其實看到我把錶放進去之後 它立即在下面都會顯示到它已經充電 在我沒有插線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只可以充單邊 單邊的意思是它後面這個就用不到 即是說我充電手錶的時候 手機充不到 充電手錶的時候 手機充不到 只可以用一面 所以你拿出去的時候 你要留意 譬如說我現在想充電這個 就可以拍上去 其實這裡有兩個橡膠的位置 第一是讓你固定著手錶 第二是可以像我現在這樣 一邊充電一邊看影片 也挺方便的 做一個座 我放上去之後 你看到它都黏得很緊 好了 它現在已經看到已經在充電 而且已經看到它的按鈕 就變成一部手機的按鈕 當然現在抽中 自彈可以充電一邊 但是如果你回到酒店了 的時候 你已經有電源了 只要用Type-C 插著它 如果這樣插著供電的時候 第一它可以為它自己充電 第二就是它即時就變成一個 Power Dock 好像一個充電的地方 只要你放上去 它就會立即感應到 與此同時 你的後半部分 吸收起來 它都可以充電 即是說 如果你搏上去Type-C電線的時候 它一次過可以充電兩件 所以非常方便 如果當它是一個普通的尿袋 插著它 就這樣 它立即看到它是輸出 因為我們轉了燈光線 也可以立即充電 充電 也可以當作一個普通的尿袋 所以 這個時候 也充不到電 上面 主要 如果你因為它全部輸出 所以只可以輸出 它的無線功能就會停了 好 看完開箱 了解它 如何用法之後 可能大家都會有個疑問 就是 究竟它和原裝這條線 這個 充電 無線充電 有沒有分別呢 其實我們之前做過一個測試 就是 當我的手錶 完全沒有電 開啟的時候 我們就分別用它 以及ICT和原裝線 去測試一下 它有多久可以開啟 其實出來的效果 兩者都大概是十分鐘左右 少於十分鐘左右 就可以由一部手錶 是完全開不了 就可以開啟 而大概有十個百分之電量 所以出來的效果都給你幾個驚喜 居然它可以做到 跟這條線差不多 以及功能上 用法更多過這條線 我們下次去旅行 就真的不用帶那麼多條線 不帶少一塊都很方便 那麼 去旅行真是一流 上次我去日本 就真的靠它 就救回一命 因為那次真的 剛好手錶 就是沒有電 剩下大概六七個百分之電 而手錶就完全沒有電 晚上不記得差 所以就靠著這個電 令它可以先起錶 以及電話繼續保持著它用 都可以度過一晚 所以都很方便 大家如果想繼續留意 想了解多一點 就可以去我們的網店 我們artboard.hk price.com 以及去HATVmall 都會找到我們的網店 可以找我們買的 有連結在下面 大家可以看 但如果大家想 說覺得 我還是想要一塊厲害一點 可能要去到一萬個MAH 我們之前也有段影片 介紹過 ISDT曾經出過一個 現在都還在買的 很好買的 一個很小的充電器 有一萬個MAH 大家可以看回我們上次介紹的影片 最後希望你臨走之前 點讚、分享、留言 告訴你身邊有興趣 經常去旅行的朋友 告訴他們 我們有一個充電器 對它來說也很有用 我們的目的 拍多一點影片 就是介紹我們公司的代理產品 等你買的時候 不會買錯 也知道怎樣使用 所以用得放心 又安心 今集有這麼多 我們下集會介紹一下 A&A的新產品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